美国物价涨幅有所缓和 不过距离通膨率回落2%的最终目标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美国联准会当地时间3日召开决策会议 如市场预期的升息印码 自去年3月以来联准会至今已经升息20码 本次决策会议也挑明意志通膨 还会是联准会首要任务 尽管美国3月CPI降至5% 创近两年来新低 但扣除能源与食品价格的核心CPI 涨势依然顽固 虽然联准会维持了鹰派基调 但这次决策会后声明 相较于3月版本的声明出现了一些转变 首先关于美国就业部分的用语 联准会不再强调就业增速强劲 反而暗示就业热度减弱 这是有利于降息的迹象 至于备受关注的金融动荡 联准会更明确地警告 银行倒闭风暴 对信用与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而本次会后声明最重要的改变 是联准会不再认定紧缩政策强硬较为适当 而是紧缩政策适当的程度仍有待评估 这可能意味着联准会升息政策的约束力已经足够 稍微暗示未来有可能暂停升息 专家分析要是市场想要寻找未来利率走向的蛛丝马迹 关键点就在于此 华语新闻夏中月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